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大未开 已收到854万条意见 习近平作出回应 习近平要保GDP目标 央行官员回呛 著名女演员郝雷日前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报 北京十几年难见惨况 引发热议 外界认为中共坚持清零 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 也给经济打来严重危害 舆论质疑 如果中国经济崩溃 习近平会不会因此下台 郝雷发文说 他在北京某处大排档吃饭时看到三伯人 他们有的打包隔壁桌剩下的菜 有人收走没人要的饮料瓶 有的人没等到剩饭 只能待望着空饭盒 他感叹 住着十几年没见过如此悲凉的场景 北京都这样 其他小地方的人可怎么活 郝雷的话语引发众多网友的共鸣 不过有网友担心他会因此被封杀 外界认为这反映出了封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现在房地产业 银行不断爆雷 就业困难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 越来越严重 系统性金融危机很可能即将爆发 后果严重 自媒体人财经冷言指出 目前中国不少城市出现财政经济崩盘的情况 不少地方政府靠罚款度日 等医保被掏空后 医疗系统崩盘也将难以为继 他预估这将是以后中国多数城市的常态 对于目前的情况 舆论质疑 如果中国经济崩盘 习近平会因此而倒台吗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表示 习近平倒台与经济好坏 没有直接关系 除非这个人去世了 或者他愿意交出权力 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 他才不会连任 另外 有人政变也可能导致领导人下台 可以说在极权体制下 连任不连任是由掌握军队和中央警卫局的人说了算 程晓农指出 即使是专制政权 也希望本国经济状况好 因为这会让人感到国泰民安 认为统治者智力有方 从而支持和维护统治者 但对经济的促进 绝不能影响当局的统治 一旦有影响 就会出现文革时 您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态 6月26日 辽宁沈阳一餐馆发生爆炸事故 这是6天之内在中国发生的第6次燃气爆炸事故 陆媒报道 26日11时许 沈阳湖南区东谷街道古城子区的吉菜骨头汤面馆发生爆炸 初步怀疑为液化器官爆炸 现场浓烟滚滚 疑似有房屋倒塌 网传照片显示 整个餐馆完全被炸毁 两边的房子也被炸垮 网友表示 大陆官媒在压制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现在微博都搜不到相关话题 另外 天津在5天之内又发生一起爆炸 25日凌晨 金南区一家烧烤店发生煤气爆炸事故并燃起大火 整栋楼被烧成废墟 视频截图显示 整个楼房烧成一团大火球 拍摄视频的男子说 听到爆炸的巨响 当时来了六七辆消防车灭火 消防员还试图阻止男子拍摄视频 据悉 近期山东 吉林 河北等地也都有爆炸事件发生 网友表示 连环发生爆炸是在给七一县里 中共气数已尽 6月25日 中共上海市第12次代表大会开幕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做报告 首度宣称打赢了大上海疫情保卫战 有分析指出 李强的言论再次引火烧向中南海 对于当局丧事喜办的套路 大量网友纷纷嘲讽 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怎么好一次说出口的 早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视频人周小辉撰文指出 李强的话是说给中南海的并向习表忠心 一切胜利都是习中央的功劳 但是李强不知道 这番话等于是将上海人的怒火再次引向中南海 文章写道 上海封城两个多月乱向分城 另外借称母接舌 而封城最直接的两大后果 一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二是民心丧失 面对这样的后果 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然而李强现在以高唱赞歌的方式宣布结果 似乎并不忌惮上海人的愤怒 因为他明白 最高层不在意这个 他们在意的是官员是否忠诚 上海人再怎么折腾也翻不起浪花 显然李强的想法也是许多执行严格封控政策的地方官员的想法 周小辉认为 李强等人或许没有意识到 引向中南海的这把火 也可能会被党内反习力量利用 成为二十大前决力的助力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反习势力的舆论战仍然未平 时评人王友群撰文分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期接连采取了四个举措 确保自己在二十大上三连任 一、习近平的亲戚王小红 日前已全面接掌公安部 习当政十年一直在清洗江派人马 如今由江泽民、曾庆红提拔重用的 公安部副部级以上官员 除退休外全部调理公安部 习近平对刀把子、中共政法机关的掌控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给官员家属子女上紧孤咒 具体措施是 颁部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 中共二十大前海内外倒习舆论战 可能有某些中共权贵家族在幕后掌控 不过他们的腐败证据 可能已经掌握在洗手上 发布此规定就是警告他们 乱折腾没有好果子吃 三、给退休老干部上紧孤咒 近期推出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 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规定退休干部党员要遵纪守规 网友群说 这是警告他们 不反习就相对安全 否则就会被习 借由腐败问题整肃 甚至有牢狱之灾 四、加紧掌控钱袋子 有消息说 肖建华案即将受审 该案至少涉及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 近期 当局除了抓捕一些金融高官和大鳄外 也对金融业采取了许多监管措施 包括接管肖建华旗下9家金融机构 当局的目的是要将长期掌控在 江曾手上的金融大权 掌控到自己手上 网友群称当前反习派主要是因为利益冲突对习不满 他们不敢公开反习的原因 是害怕习借由他们腐败的案底将其整肃 另外现在枪杆子刀把子都掌控在习手上 他们想在二十大前或二十大上把习赶下台比较困难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秋天召开 北京当局罕见通过网路征求意见 从4月15日至5月16日展开 累计收到超过854万条网民意见 对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回应称 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 习近平说 要善于通过网际网路等各种渠道 问虚于民 问济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 尊重民意 顺应民心等等 习还称这种网路调查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 但外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很难接收到真正的民意 因为网民如果想提交留言 需要填写他们详细的个人信息 这意味着网民一旦发表敏感言论 很难保证自身的安全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归德说 当局只能容忍在一些边缘的日常工作性的 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的意见 但是在那些事关习近平政治生命线的问题上 比如抗疫政策 中俄关系 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等等 不可能有任何与中共政策和习近平态度 完全相悖的意见出来 对于中共的自我赞美 时事评论员文昭在《谈谷论经》节目中说 中共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过程没民主 这是中共党文化的一种话属操作 他说就像奥威尔在1984里说的 自由等于奴役 战争等于和平 他把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词内行换一下等同起来 比如中共把停电叫有序用电 周三晚 习近平在金庄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然而有中共央行官员周六公开表示 中国全年5.5%的增长目标将难以实现 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经济同比增长5.5% 超过中国的4.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要求中国经济 今年的GDP必须超过美国 彭博社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出席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季度论坛时表示 受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 中国将难以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国际机构也不看好中国的GDP增长 世界银行在两周前就把中国2022年GDP增长预测 从5.1%大幅降至4.3% 6月15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多项重要经济数据 列多项投资增长 但消费数据仍持续三个月下滑 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18.2% 美国彭博社早前甚至预测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跌至历史性的2% 在美国的资深中国政经分析师秦鹏表示 习近平再提这个政治目标主要是政治需要 他要显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 包括疫情防控还是掌握得很好 中共国家统计局称 中共经济恢复向好 但时政评论员王赫表示 中国的经济数据官方都有控制的 所以只能做参考 王赫认为 4月以来中国经济很糟糕 上海封城的效应在扩散 物流不畅 国内国际都大受影响 突出标志是 5月25日 李克强开10万人会议 要稳住经济打盘 从这个角度讲 形势恐怕没统计局说的那么乐观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动态清零政策不结束 随时都还有可能再封城 再加上一些监管或打压各行业的政策 并没有大幅的松绑 政府的不确定性 对民众消费心理有影响 内需市场的颓势 短期之内不可能解决 业者也不敢有大的投资 整体经济不可能有好的成长都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